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美国人过来会把这里弄得像中东那样乱 昨天出现有想像话题的情况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昔日的走势 欧元有件事要告诉大家 不理会是否发生 如果大家记得2001年9月11日 发现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变化 我不是说今次会类似这些 但如果我们看走势可能会帮助大家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 如果平时没有像我们那样 存好一些当时的走势 大家看到欧元 其实这是一个小时图 就是由2001年9月11日 大家看到欧元的价格是怎样行 那时候欧元是跌的 当时欧元应该在做 0.85 很低 但大家看到 消息是在美国市出现的 结果 即日欧元 升了 不太多 200多点 不过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结果是什么 911就是升 但你发现 欧元912跌回头 是补回本来升那阵 再看看日元又怎样 日元 大家会留意到 如果只是911那天 日元是由122 落到118 升了48点 但翌日你也会发现日元是反弹的 再看看 绑也没那么快 再看看瑞士法郎 因为大家觉得这件事 是所谓避险货币的那些 你看到瑞士法郎当时 是在做1.69 之后最低就落到1.63 升了68点 但翌日的瑞士法郎是上升的 就补回它的击率 大家看到 升了多少 升了66 美元 因为日线图不能存在太久 若是小时图不能存在太久 但只看日线图 假如那天 2001年9月 美元是先跌后升的 即是告诉大家 虽然不是今次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起码大家要知道 原来 如果有些突发消息在当日发生 可能你是可以追 但你要知道 追的货币 究竟它和 发生这件事的战距有多远 还有没有所谓避险的问题 即日元 数字发落 你发觉昨天 是升得比较多 好了 延归正转 看看现在的走势又如何 如果看昨天的欧元 其实是跌下去的 大家要知道 如果事情是会发生 而美元上升的话 大家要知道 美元上升 欧元应该是跌得最明显 但由于美元指数中 欧元是最大比重 所以昨天的欧元跌下来 但跌后很快反弹 日元又如何 日元昨天一直转强 上次发觉 原来美国发生这件事 反而日元也有转强 这次战区会否在日本那边发生 我想说 这样是否代表日元会跌 我觉得不是 可能日元也是会升 大家要知道 因为日本本土很多投资 已经转到亚洲其他地方 包括韩国、中国、台湾 如果有战争危险 可能会令很多日元回日本 所以可能会令日元会升 如果瑞士发狼又如何 昨天的瑞士发狼又是单边回升 大家也会知道 昨天的瑞士发狼 这两个星期都是跌的 所以瑞士发狼很有条件又会回升 如果昨天的事件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危机 可能会令美元有短线上升 避险货币又会转强 大家要注意 当然了 记得去SkyFYLAND的Facebook专页 与我们的YouTube 今日的节目才做到这里